两个人见面之后啊 对鼻子的印象都不错 大哥更是有了久违的 心动的感觉 再看到大姐准备的饭菜 他觉得大姐挺重视自己的 心里就更踏实了 这菜还得炖一会儿 两个人就先坐下来聊聊 跳舞也不会啊 跳舞也不会 快来坐下来 来坐这 咱俩真行 你都过热啊 我最烦跳舞 我愿意溜着 三步 我爱溜 这俩人在一起 一天溜了河河人 愿意干啥的 而且爱好还一样 那多好啊 另外这个人嘛 人品挺好的 也不出去玩 也不这么的 也不那么的 大姐没啥别的爱好 就喜欢旅旅游走走步 大哥呢 也和大姐一样 两个人的爱好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我说你这房子 现在是多少平米 90 90平米 90平米 不小啊 就我自己买的 我是要的说 跟你俩挺自贫道合的 因为你做买卖 我也做买卖 就七年离婚以后 我精神出户 啥也没有 我说怎么办呢 我就这么得做的是板材生意 就这样的 做这板材生意 完了就是从小房 倒到大房 一点点倒 一点点供下来的 如果生一点 童脑都会 人家不哭 人家不像有的女人 你看人家都问他了 这才是大哥远走 靠着自己的双手 在长春有了自己的家 这一点让上大哥佩服 眼前这个要强的女人 大哥对大姐哪里都挺满意的 但是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了解过 上大哥不想找一个比自己小太多的伴儿 进屋之后 大哥就觉得大姐岁数小 就主动问起了大姐的年龄 那你今年六十几年 属猴的 五六年生意 我叫你大两岁 对 你属马 嗯 那你可不像 我当时就我不管你说 我就走的眼的时候 我说妈 这也不大五十岁 妈呀 哈哈哈哈 这不是我选的你妹的 真的 为什么 我跟你说 我真是就是我出心里往外说的啊 你们看就我瞅两眼 你们要我瞅一眼就行了 哈哈哈哈 我瞅一眼 对呀 还差了 还差两眼 我这小五百货呀 这哪有那大岁 我呀 假的我刚刚六三岁以内就不考 哎 像我们的岁数差两岁 差五岁以内都可以 完了那两人就圆备夫妻 要不你表情换得着 哎 离心离德了 超表情换得着 我也这么想的 我也这么想的 两人便离心离德了 其实钱多少无所谓 其实吧 就是有一个温馨的小家 两个人有个伴儿 其实大哥的工资 在那个电视上我也看到了 我也知道 但是我想啊 就是大哥那个钱不够 还有我呢 就是 哈哈哈哈 妈妈 高姐 高好 放心吧 咱俩友人找到一起那天 我钱够花 这是郑永远 人的就是我要的是人 跟我的想法一样 我可信 我高兴 他这句话我心里就敞了 你说小伯 我觉得说我们俩要走到一起那些 我能说藏着一样 自己挣哪钱 给别人去吗 我没有啥负担 我就想 再干那啥 我挣哪钱 我一天一两五 就挣十多万块钱 我心里边这个 我愿意有事干 那事干我闹 但是我不同意 这个岁数 你再点伤着嘛 还说出去奔波 不用嘛 不用嘛 钱那个东友 还是这么说 多有多花 稍微少花 我今天特别高兴 我都控制不住了 真的啊 可心了 太可心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拿钱 不是不为重力 没钱不行 但是人家是 知道这个钱是怎么回事 人家看的是 我最喜欢这样的 大姐的年龄 符合了上大哥的心意 再加上大姐不为的钱 找老伴 让大哥佩服的同时 心里还有了感动的感觉 心情也越发的激动了 咱们把这个切了洗 那我切 你切啊 来我切一手吧 哎 我切这个行不行 合不合 行行行 没问题 今儿是不真心的吗 给这个未来的富裕面前露一手 别有啥也不会 对吧 对 两个人吧 在一起做饭 他有趣 还行 我觉得挺好的 挺有积极性的 嗯 挺有积极性的 就是往这个方面发展发展 一直能帮你干点 比如说家务活啥的 也都能帮干点 就是能看出来 嗯 你师父妈妹呢 我今天过生日 哎呦 那我 是吗 我没准备蛋糕 不要那个 咱出来不过生日 我呀 没法呀 你说今天这个日子 是不是也太好了呀 这个天涯菜 还赶着大哥给我生日 太小了 这好日子都赶到一起了 大哥借着这个喜庆劲 赶紧向大姐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回首的我想 不咋事 别认我一想 哎呀 小谷跟我一说 给我乐坏了 你没意见 我绝对没意见 我也没有哪意见 我一看我喜欢 因为我看你喜欢 我上赶子给电视台 给他们打的电话 大哥的态度和对大姐的表白 也得到了李大姐的回应 上大哥心里就更高兴了 赶紧主动积极地表示 要给大姐露一首 露品不行 为我露啊 这是 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 没有 蛮小 生不开手 生不开手啊 这是牛叫井里自己 近死不上 没事一会儿我 一会儿我找 你得找个借口啊 平价格比平价格好高啊 那咋平价格啊 平价格啊 这就给我面子 这批评就给我面子 百分百都行 这才是可惜你办理的 人家看你啥事做就不可惜你 人家不知声 人家不批评 但过后先两人过来过后说 你看那天我就想告诉你真正的 哎 你心情就高兴了 是不是咱还教育了 人家还非常得体的 把这玩转的 就是不求功教育人 其实啊 上大哥还是挺擅长做面食的 但是今天可能是因为紧张 没有发挥好 大姐看了之后啊 不但没有说上大哥 在别人面前还给大哥留足了面子 让大哥心里是一百个满意啊 大姐的态度也让大哥放松了下来 这饼也做得像样了起来 你看这饼 说啥 干啥呢 啊 擀面条 擀面条啥呀 给你擀一个面条吗 不擀你擀他啥呀 有饼还要擀面条啥呀 你今儿不过生日吗 人家是会来点的 擀绝对的擀 这就是可惜的心 这个多大的瓶子 我得得磕在心房里 大姐的这碗生日面可把大哥感动坏了 六大菜一碗生日面 让大哥过了一个像样的生日 把鸡蛋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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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 太香了 今天不怎么得吃 吃啥啥的口味得味啊 哈哈哈哈 多好啊 还得有个家啊 今天我是常常有家的感觉了 嗯 什么感觉啊 感觉是高兴 一心一意地想来对待你这个鸡蛋 哈哈哈哈 嗯 我说话怎么办 敢了 敢了 又表白了 就是第几次表白了 我可欣 我今天特别高兴呀 可欣了 太可欣了 给这个未来的副业面前露一手 一心一意地想来对待你这个鸡蛋 为仇的我就想不 不找事 那你觉得现在就是多表白 哈哈哈哈 针对人的心 对 你啥不表白 还遵找事是吧 嗯 只要他满意我就行 我这是我的表态 我也我也我也 我也对你挺满意的 觉得你这个这个肩头吧 就肩膀吧 能有哈哈的一个肩膀来靠 绝对是这样 哈哈哈哈 我说你那为仇呢 就扎心里头 这还行的 哈哈哈哈 这才是要找的 哎 我要告诉你啊 我是百分之二百的同意 就雷打不动 哎 只要你不想我 咱们两个就先处了 大姐呢 没问题 哈哈哈哈 姐的话就吵了 嗯 哦